未来的这个战争 你觉得会有哪些 极快速的转变 第一个我觉得 这次从珠海航空展里面 我个人感觉到 未来的战争的形态 会因为这次的展出 而做很大的改变 这是第一个 我们知道每种武器出来的话 对战场都会有 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拿破仑战争时代 我们看到是步兵方阵 就一群人走成一排一排的 然后漫步向前 然后防守那些方 大概只能用步枪 拿那个毛色枪 然后被打到就被打到 没打到到你阵地前面 大家在彼此拼刺刀 但是机枪出来以后 就改变这种战争形态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种散兵式 交互掩护的要劲式的作战 然后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战车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 初期的时候是壕沟战 那马其诺防线 我们都听说过 那马其诺防线 在第一时间就被突破了 然后波兰 对不对 在这个一天之内就投降 你知道波兰最强的是什么 世界有名 波兰最有名的是骑兵部队 他骑兵很强 波兰在那地方 但是当你骑兵 遇到德军的战车来讲的话 他等于说毫无招架的余力 所以说战车出现 就整个改变了以前的豪沟战 然后阵地战的这种观念 那这次来讲 我们看到无人机的出现在 俄乌战场 或者是说尤其是俄乌战场 或者是双亚战争 亚赛半然跟亚美利亚的战争里面 那第一次出现了无人机 是在那双亚战争出现的 那就整个改变战场的形态 他虽然说小小一架 这个四轴悬翼的无人机 他对你的打击 不管是对战车 或者是对炮兵战争的攻击 是无限大的 另外来讲 在海战方面我们也看到 这个当以前都是主力舰 我们看到日本的大河号 雄壮威武 美国的暗河号主力战舰 但是当航空母舰出现来讲 就没有再看过主力舰 就毫无用武之一 那现在来讲 我觉得这次航展 因应势必改变 这个未来的战争一种形态 那航空母舰是不是因此 而走入这个历史 很有可能 因为现在来讲 高超音速的导弹出现以后 对航母的打击 尤其是说像无人机这种 可以A射B导 他在前面先看到你的航空母舰 标定你的距离方向 然后用雷达锁定你 再借着我们讲智能化 网络化 让这讯息传给后面的 这种东风26 这种导弹来讲的话 然后你的航空母舰 还跑得掉跑不掉 当然没有经过实战 我不敢讲 但是会不会因此而改变 整个航母作战的形态 那地面作战很明显的 那无人机出现以后 这个战车大概不适用了 那整个战争的形态 可能像机器狗的出现 可能大家还要不要 再去打城镇战 对吧 可能我就没有必要 再去打城镇战 如果说当这种武器一来 所以我觉得最大一个 从这次驻海航展给我的感受 是这次的展出会整个改变 未来战争的形态 那谁先能够掌握到这一块 谁就是能够掌握到 未来战场的发言权 这次航展是不是加速 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 对对 势必是改变了 从这次俄乌战争 其实已经很明显的改变了 对 尤其是我们看到 本来这个机器狗 现在是机器狼 然后今天有个新闻 就是川普的海湖庄园 也开始用机器狗在进行巡守 我们继续来谈 未来的战争形态 当然这个其实大方向就很清楚 当然这个细节的铺排 这个武器的设计等等 那这就是航展最大的一个亮点 那另外呢 当然这个 大家都在看北京的布局 那丽将军你觉得呢 你觉得西方会怎么看待 这个航展 我觉得西方来讲很明显 这是美国来讲的话 他可能真的要很认真思考 就是我们如果讲到台海来讲的话 你今天我第一个感觉 其实我们台湾会比较安全 因为我觉得这些武器 对 因为那天看了航展 第一天 丽将军就跟我讲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他说看了之后 我比较放心一点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说是 解放军他设计这些武器 他的战略指向 他不是针对台湾 你看他的 我记得在航展开始之前 大家问大陆国防部 这是航展的特色什么 他讲到他的主轴 他主轴是什么 是战略远程的投送 还有空中打击 所以你看他展展出来 都是远程战略投送 那远程战略投送 我们刚刚所谓看到 不管是九天 或者歼20歼35 这些飞机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是针对 第二岛链为主 大概不管甚至于说 这个山东辽宁航母 这种武器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虎金这种船 因为它4000公里的打击 距离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距离大陆 只有200公里 但机器狼 我们就应该很有感 机器狼之前 包括帅华明将军 丽将军都说 如果台海用上机器狼的话 我们恐怕没什么能力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好处 我看到这种武器 真的是我们台湾国防部 自己要去思考 我刚刚有讲 我们军人来讲的话 看事情你要很客观 你不能用意志形态去看 才能够知己知彼 因为它是科技 对 因敌而自胜 对不对 因敌而自胜 那假如说是 这个对岸有这种武器 那我们自己 有没有能力去反制 如果说是你要能力反制 你是不是在电子战方面 在干扰方面 能够有这种效果 有这种能力 才能够反制 用电子战来干扰 他们在机器上 彼此的这种网路讯息的传输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 做到这种反制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思考 我们怎么样 不要让这种机器狼 来上岸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可是依照我现在来感觉 来讲的话 它可怕的不是这些机器狼 而是它怎么样送过来 我们揽得住揽不住 当然我们希望说是在对岸 或者海峡 就不要让它能够上岸 上岸来讲我们可能挡不住 可是问题是它不是 我们刚刚看到 它不会是用这个 有人的运输机把它运过来 它可能是用无人的舰艇 或者是无人的运输机 用直升机啊 像这些 像这些机器狼 直接空降下来 那我们台湾自己要去思考 那如果说是城镇战 我们没办法应付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战术上面 我们就不要让它进入城镇 我们直接在城镇的外围 作战的地区放在城镇的外围 那这样的话 当然也确保我们老百姓 民众的生命安全 第二个来讲的话 因为如果说它在城镇里面 作战确实比我们 具有优势来讲的话 那我们要在外面来讲 它不能发挥优势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跟它决战 我们身在台湾 当然从台湾的视角 来看这个珠海航展 尤其是军事专家 能够看到跟一般民众 不一样的角度 那另外我觉得 因为川普在明年一二零就要就任了 所以这个珠海航展在此刻开展 那我觉得也是开启了 中美军备竞赛2.0 当然对照美国目前的 财政的一笔大烂账 这么多的美债 再加上它的内部政府的一些腐败 还有国防部老是要不到钱 所以要启动2.0军备竞赛 再看到这个航展 我相信美国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你看到他们现在光是那个船舰的维修 就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一些问题 更不要说这些先进武器 从设计研发到一路生产等等 那整个工程浩大 美国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力呢 除了这个美国之外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航展当中 当然还是希望卖武器 那讲到卖武器 当然就不能不讲到沙特这个角色 沙特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 那他这次租了一个 300坪的一个展场 算一算这个租金就吓死人 更不要说他租展场干嘛 据说一进去空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就是租展场 300坪用来签约的 租来签约 因为沙特怎么能够 租小房间来签约呢 那我今天还看到一些 小视频蛮有趣 因为很多民众去嘛 那他们沙特也对 对这个中国人民很友好 所以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沙特的接待人员 穿着沙特的传统服装 拿着纯金的咖啡壶 倒咖啡给大家喝 大家看哇 连咖啡壶都是金的 好 这个沙特的实力 大家是知道的 那在展场上 据说他挂了一个横幅 上面写着就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实现 这个武器的50%的自主 这是沙特的一个目标 那到这里他们都买些什么呢 过去2022年2020年 他们采购的东西都不一样 在这次第一次珠海航展 总共销售量是人民币2831 据说沙特就买了96.7% 都他买的 对 所以这什么概念 大家说沙特一定是进到 这个珠海航展 就是这这这 我不要 其他都给我包起来 不是 我特别要讲 这很明显 因为沙特看到一件事情 他除了是土豪之外 其实你也不要低估 人家的那种军人的那种智慧 他看到未来战争的形态 所以他买的都是 未来战争要用的武器 他应该是在这里 眼睛睁着 对 所以他买的都是 未来战争的武器 他不再买武器 他还买系统 对 他整个系统 生产线他都买 所以他已经看到 我刚刚讲的没错嘛 就是说 珠海这次航空展 让我们当军人的看到 是未来战争的规模 未来战争的形态 所以他们还是未来战争 对 前两天我们在晚报还在讲 因为我们都关注武器硬体 其实在这里还展出了 一个系统 就是它从珠海 要操控2600公里外的内蒙 在内蒙那边发射一些 无人机或是无人车等等 遥控2600公里 所以这个武器跟系统加在一起 这次船出沙特订了三个合成旅 据说中型 重型 轻型 各一 还有伊朗的空军司令 不是亲自坐到了歼10C里吗 这个画面引发了极大的震动 你怎么看的 其实这是珠海航空展 如果说以我来看的话 有很多武器是替这些国家 量身定做 不是解放军自己要的武器 我跟你讲 譬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它譬如说是SH-164 155毫米的无人炮 这款火炮来讲的话 解放军自己不要 为什么 因为解放军有自己的武器的系统 它有自己的炮弹 有自己的供应链 有自己的训练 它其实已经有很多种 不管是155口径的 或直接支援一般 我们均匀讲说是一般支援 或者火炮炮兵来讲 或直接支援 或配属的火炮 它都已经很齐全了 所以它不需要再 那这次研发这种就是 替萨特研发的 替你们这些国家量身定做的武器 所以萨特演艺才会 真的很大来买 对不对 大家不要看认为说是 这是很多种武器 像我刚刚讲的 所以它为什么要买 三个铝来讲的兵器 它不是买解放军的 不见得是买解放军现役的武器 而是这次来讲 特别为他们量身定做 你们沙漠地区作战所需要的武器 你看我刚刚讲那种火炮 它是轮型的 机动性比较快 然后适合沙漠地区作战 第二个来讲的话 沙特来讲 它所面对的敌情威胁是什么 它的假设敌 第一个当然是以色列 以色列我们不可讳言 虽然说美国一直 极力想要促成 它跟以色列建交 但是毕竟它认为 以色列还是它敌人 第二个我特别要很明白的讲 它伊朗还是它的假想敌 对不对 那伊朗有一个胡塞组织 有一个胡塞那边 叶门那边 经常打它的油田 那它需要是说 我怎么样来保护我的油田 怎么样来保护我这个地面设施 它是以防卫性为主 所以说基于这种概念之下 我觉得你不要 我们不能把沙特 这次花那么多钱去买 而是反而要佩服它 有这种眼光 看到未来战争 然后它去买这些武器 这些武器适合它 未来的防卫作战 不管它可能 如果说万一它跟胡塞那边 或者跟伊朗那边 或甚至于跟以色列 如果有地面战斗来讲的话 它有这三个合成旅 轻重 中行 各一个旅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要防这个 这个胡塞对它 胡塞组织南夜门 对它油田的伤害 所以它要保护它油田 所以我相信 它可能会买的武器 包括可能到 我认为它会看上 可能是红旗19 或者是红旗11 这种短程的武器 防无人机的武器 那地面作战的兵器来讲的话 那既然大陆替它量身定 做了这些 所以它当然会买 最后当然它要买它的生产线 对 中国 加特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当然不只是军武这一块 那像华为等等 它的未来城 都少不了中国的这个角色 那还有一个就是伊朗 为什么把伊朗挑出来呢 除了伊朗空军司令 坐进了歼10c之外 在川普上任之后 大家知道 在川普过去那四年主阵 它对伊朗是非常不友好的 那它也很挺以色列 所以接下来 大家觉得会为伊朗捏拔冷汗 那在这个时间点 伊朗空军司令 坐进了歼10c 这有些特殊意涵吗 那当然有啊 第一个我觉得 当然它对伊朗来讲的话 它现在最弱的 就是它的空军 因为它空军可能 有些观众还不晓得 它虽然跟美国很不好 可是它用的飞机 是美国的飞机 F-14 那时候它这个 国王时代来讲的话 它跟美国是友好的 所以美国那时候 把最新款的F-14卖给它 我这边还可以讲 我们台湾的基隆舰 有没有 基隆级的驱逐舰 本来是卖给伊朗的 后来就是因为 美国跟伊朗交货以后 然后这批军舰 才转卖给台湾 这四艘我们基隆级的 我们叫纪洋级 这个军舰来讲 转卖给台湾 所以它的武器 大概已经都 已经非常老旧了 其实它空军跟海军 是它最弱的项目 它当然希望能够买到 歼10C 当然如果说能够买到 歼35 这个出口型的 当然是更希望能够买得到 但是问题是说 卡在美国对它来讲的话 那国际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美国 中国也要顾意到 美国的观感跟想法 所以它可能给提供 给伊朗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防卫型的武器 我觉得反而是我刚刚讲的 红旗19 像这种纯粹防卫型 那你不要有攻势的武器 攻势武器像歼35 大概属于攻势武器 那现在歼10 可能可以定位 它自己的防空武器 所以它买到歼10的机会 会比买到歼35更大 因为美国可能说 你买防卫型的 就像是美国提供给我们台湾 大概都是防卫型的武器 那攻击型武器 美国会顾虑到大陆那边的想法 不敢提供给我们 就像是美国现在给乌克兰来讲的话 我虽然给你攻击型的 比如说是陆军中程战术导弹 但是还是限制你不可以去打到 俄罗斯的本土 所以这有国际的考量在里面 那我想说歼10-C 以现在美国自己的能力来讲的话 可能只是把它定位成一个 不管它航程的距离 或西战的数量 可能只是把它定位成一个 防卫型武器 所以很可能伊朗 我觉得有可能买得成功 歼10-C 但是我觉得更大有机会 去买的是防空的这种飞弹 好 这样看起来 因为从2020到2022 这两年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珠海航展 它的销售金额大概翻了将近三倍 所以现在2024 大家就非常期待 它接下来 它能够拿下多少大单 那除了沙特 除了伊朗之外 那今天一大早罢评 这个热搜排行榜第一名的 都是邵逸股 邵逸股在中国大陆待四天 当然跟王毅有了一场双边的 我们看到这个安全磋商之外 另外他也亲自来到了 这个珠海航展 那您觉得呢 他到这里当然可以说 是拉高了整个规格 一旦是历年来 参访规格最高的 那他来一定有一个 指向性的意义吗 那当然啊 他就是来卖武器的 苏57在这边展览 邵逸股又来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那卖苏57啊 对对对对 因为对解放军来讲 他虽然说自己有 歼20歼35 对不对 但是基于中俄友好来讲的话 那你国家现在面临这种 在经济上面可能有问题 军工产业经费不足 那我中国又是被买了一几架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 要中国大陆买他的苏57 买来做研究啊 买来做研究啊 苏57在俄罗斯的这个 生产性好像不是很顺吗 对 但是这个欧战争如果说 所以他的数量一直很少 告一个节点之后 如果说明天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这个转折点 那会不会说是他恢复 他军工产业之后 他希望苏57卖给中国 其实我觉得中国也会卖 虽然说他已经有 歼20 歼30 因为其实中国来讲 解放军现在很多空军的武器 还是二字的武器 我们不管讲说苏凯30 对不对 或者是说很多的飞机来讲 还是俄罗斯的很多 但是现在来讲 中国虽然是有能力发展 两款的隐身式战机 那不可会言 苏57还是有它的 其实苏57在这里的潜在买家 或是哪些国家 第一个我觉得是 当然他既然到这边来展览 当然是希望中国是潜在买家 那第二个我觉得 会不会是越南 越南他也是用二字武器的 另外中东像埃及 这些国家 其实都是用苏字武器 甚至印度都有可能 印度也有可能 可是印度现在就很头痛 如果中国也要买了 那会不会这张武器 中国摸得很熟很透 那对印度来讲 本来就说印度是潜在买家 但是因为苏57 到了中国大陆 到了珠海航展 大家看好看嘛 那之前有很多报导 当然就说印度可能心里 不是很开心对吧 对 等于说机密都被看光了 不过这次苏57来 也确实是一个亮点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苏57我特别要讲 大家有些说 隐身性不好然后干嘛 因为你作战性能不同嘛 其实苏57它不是 纯空优作战 因为那是拿中国的工艺 来检视这个苏57 所以大家就嫌它的缝很大 这个锚钉很粗 那个会影响它的隐身吗 会会会会 也是会啊 因为你从苏57 它没有挂龙膜透镜 飞过来就知道 它隐身性不是很好 那是故意的吗 没有它就是没有什么 它隐身性就是不好 但不然的话 因为地面雷达要导引它 航站要导引它 我知道你飞到什么地方 对不对 你要跟塔台讲 我没有飞到 你不应该飞的航线去 然后我特别跟你讲说 你要向右转几度 向左转几度 或高速你快到达我机场 所以雷达随时 地面一般民航机的航站 就一定要追踪到这架飞机 那它飞过来没有挂龙膜透镜 就代表说它的隐身性不好 那也有可能它故意 把这个弹舱打开来或干嘛 让这个地面的雷达可以看到它 所以我觉得从这次苏57过来 我看到的是这架飞机 整个飞过来的过程之中 连民航的雷达站都可以看得到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